最近我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健康 关于医疗的话题 我想问你 你有每年定期体检的习惯吗 体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到医院去检查身体 我每年都会检查我的视力 会检查我的牙齿 但是我却很少真的进行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尤其我没有每年去验血 那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在爬些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很担心发现了什么难以接受 又或者我很讨厌等待检查报告的过程 我很讨厌医院这个地方 可能是在医院有一些负面的经历吧 总之我就是不想去体检 所以这件事情呢 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的意思就是指什么东西 我不想去做 一直拖着它 一直放着 你可以说这件事情啊 一拖再拖 我一直没做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两周前 有天早晨起床后 我突然发现我的手指肿了 大家看到这是手 这个部分就是手指 那尤其是我的手指关节不能弯曲 一弯曲就很痛 我一做这个动作 啊我的手好痛 而且浑身都痛 全身的关节都痛 我当时说实话 我当时说实话有点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生病了 但是得的什么病呢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症状 症状这个词你一定要会 比如你生病了去看医生 医生就会问 你有什么症状吗 头疼 咳嗽 这些都是症状 所以我发现手指肿 而且关节疼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症状 那么我们去看医生 医生要给我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对吗 然后呢 他会给我什么 他会给我一个处方 这张纸就是处方 他要求我去验血 验血 有的人可能会说验血 其实这两种说法 在普通话里都是会听到的 我的经验就是 如果你要说什么血 比如鸡血 鸭血 猪血 我们用血这个发音比较常见 但如果呢 比如说血液 就用四声 但是呢 可能到了台湾之后 有不同的翻译规律 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 到底发血 还是血 还是血 你不用太纠结啊 好 说回到我的血液报告 我现在手上拿的呢 就是我的血液报告 可是我看的是法国的医生 所以我就在想 有很多词汇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的哪一项结果不正常呢 那正常的数值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就来学学 数值这个词 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检验报告的右边 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一些数字 但是它不是一个数字 它可能是从0.70到1.10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数值的区间 数值的一个区间 从0.70到1.10 这个项目都是正常的 可是呢 我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假设我的体检结果呢 高于了这个区间的数值 那么说明我的结果不正常 又或者我检验到的结果 低于这个区间 那么说明也是不正常的 所以这里有几个词 你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 检验的结果 检验的结果是多少 比如0.82 那正常的值应该是多少呢 正常的值 这个正常的值可以是一个数字 比如正常的值应该是0.10 这是正常的数值 也可以是一个区间 比如从0.70到1.10 是一个数值的区间 下一个你要学的词就是项目 当我们去体检的时候 经常会问你 你想选择什么体检的项目 比如有的人选择验血液 检查血液 有的人选择检查心脏 检查骨骼 检查你的胃 或者肝脏 肾脏 这是不同的项目 但其实在一个检查里 可能也包含很多的项目 比如在我的血检报告里 包含哪些项目呢 比如维他命D 比如钙 比如卫生素 又或者 比如白细胞 红细胞 这些都是血检报告里的 不同的检查项目 就是不同的类的意思 在课程的最后 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你每年有定期体检的习惯吗 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每年定期 定期呢就是指一个固定的时间 比如我们的口语俱乐部 是每周定期举行的 我们是每周的星期一 北京时间晚上8点15分到10点半 是每周二 这个固定的时间举行的 所以我可以说 是每周定期举行的 那么你会每年定期体检吗 如果你要去体检的话 你想检查什么项目呢 比如你可以说 我想查一查血液 我想查一查心脏 我想查一查我的骨骼 或者我想查一查维生素 我想检查什么项目 当你拿到了你的检查的报告 你可以问医生 这个数值正常吗 这个数值正常吗 或者这一项正常的数值 应该是多少 或者这一项正常的数值区间 应该是多少 从多少到多少 好了 今天你已经学会了 非常多关于体检 以及体检报告相关的词语和表达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个见